今天這支影片是要來討論一下關於妖術的屬性文章的使用方法 在那之前要清楚的了解屬性相剋的關係 舉個例子我們來看一下水屬性文章的內容 在文章裡面相同屬性的怪物或是穿相同屬性的鎧甲的話 每5秒會恢復1%的HP 那如果在文章裡面是跟文章相剋屬性的怪物或是鎧甲的話 每秒會減少1%的HP 那如果文章裡的物件受到封屬性的攻擊的話 則會增加1.5%的傷害 了解屬性相剋的模式的話 4種屬性文章的內容模式也都是一樣的 各個屬性的一等文章都是用來給相對屬性的元素精靈做增加攻擊力的使用 所以基本上我自己是都用不太到 那兩等的屬性文章能夠自動把武器的屬性 轉換成相同的屬性 另外會增加物理的攻擊10% 怪物本身的屬性是沒有辦法靠文章來轉換的 如果文章放在怪物的腳下的話 能夠轉換的是怪物的普通攻擊的屬性 反之如果職業要使用文章來轉換攻擊的屬性 以及增加10%的物理傷害的話 文章要放在人物的腳底下 放在人物的腳底下 各個屬性的兩等文章 效果都有所不同 我把詳細的資料放在資訊欄 這裡的遺卵是活屬性的 遊俠現在身上穿戴的是銀劍史 那在沒有放水文章的情況底下 銳射的話攻擊大概是落在9萬左右 這時候如果我放了水文章 就會強制轉成跟文章一樣的屬性 要數要使用兩等屬性文章的話 我自己通常都是放在怪物的腳底下 用來轉他的普通攻擊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打王的時候會用到 那怪物本身的屬性呢 也有可能是四屬以外的屬性 那我自己是會看怪物的技能來決定放什麼屬性的文章 假設他如果打我最痛的技能是火屬性的話 我就會放火紋 這時候我們自身的抗屬性就要把它抗好抗滿 再用相對應的屬性攻擊技能去打他 像這邊這個怪物是火屬性的 這邊先不放文章 我們直接用水屬性魔法攻擊來打一次看看 接著我在他腳底下放火紋 再用水屬性魔法攻擊打一次 再做一個使用方法的測試 我到考古地圖這邊打這個無屬的勘察機器人 勘察機器人的普通攻擊是無屬的 在沒有文章的情況底下 我用鑽石星辰打他大概落在6萬多左右 接著我把怪物拉到火紋裡面 再用鑽石星辰攻擊大概落在8-9萬左右 大概就像這樣 接著是三等文章的部分 三等文章的部分我就大概帶過一下就好了 四種屬性的三等文章內容也都不太一樣 像水文的話 它是部分水屬性魔法可變動永創時間減少30% 另外部分水屬性魔法的攻擊力增加25% 三等文章呢我真的是實測了很多很多次 因為基本上我用文章的話都是放在王的腳底下 跟前面兩等加上屬性文章本身的增傷比起來 三等文章的效益對我來說就不太使用 所以後來我就把技能洗掉 全部的文章都只點到兩等來做使用 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我不熟用三等的文章 所以才不會用罷了 如果有知道如何正確使用三等文章的腰術大腿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教教我吧 最後因為我自己本身實際上會用到的文章等級 最多就是到兩等 所以我並不會特別建議你一定要把文章點滿 還有就是文章沒有辦法同時放兩個不同等級的文章出來 文章不看技能等級的內容效果就是 在文章的範圍裡面 相克的屬性攻擊會增加1.5倍的傷害 在討論區有看到 有些輸出好像吃不太到文章本身效果的這個問題 也因為這個討論串整個引發了我的好奇心 是不是真的有哪些職業的技能是吃不到文章本身附加的這個效果的 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做討論喔 好的那這支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記得幫我按個讚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